欢迎订阅 跟电子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新作品 In the Cave 所以为了让大家复习一下 在洞穴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奇奇怪怪的声音 或者是奇奇怪怪的小生物呢 我们先来听一段来自In the Cave洞穴里的歌曲 In the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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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洞穴里面 好像来自外太空的声音 非常有趣 实际上呢 躲在洞穴里面的不止徐玉英一个人 还有另外三个人 今天请导演来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先请导演来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先破题好了 因为在二月底还有一场这个纪录片的放映对对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时间地点好了 我们会在我们的我们会是我们会在我们会有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 的紀錄片的話呢 歡迎大家就是可以上網準備去搶票了 我是提前去 本來我也是計劃二月底才要去看那個 就是紀錄片 養老的紀錄片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好朋友菲菲的邀請 他說在雅培書店 對已經有一場了 所以我們兩個就上上禮拜 上禮拜 對我們就跑去看了 然後想說沒關係 反正我打算就是看兩次嘛 雖然心中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說 萬一沒有很好看 有點無聊的話 我就是二月底要放鴿子 放徐英鴿子 結果不得了了 我那天坐下來 根本眼睛就是瞪得超大 離不開眼睛 對而且我沒有想到的是啊 原來這麼細膩的 就是跟隨三個人的創作過程 他會把很多的細節 以及甚至連這個創作者本身 都沒有注意到的一些地方 他們的情感流動啊 然後在創作的時候的思維跟 就是那些創意 有些也許他自己都忘了 可是透過紀錄片的這個視角 透過導演的視角 你非常完整的陳述了一整個創作歷程 那其實當初就是玉英在找我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想法沒有那麼的大 他們當初找我的時候 其實就說有沒有興趣來做一個紀錄 然後那長度或者說規格怎麼樣 就再說就邊走邊看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自己認識許玉英 然後她是我應該算是認識 然後還有就是保持聯絡的朋友中 就是最久的一位這樣子 真的 對對對 然後我們是在2008 09的時候 在美國認識這樣 然後那就是一旦對我來說 她就是一直都是沉浸在爵士音樂圈裡面 然後那就是這一次然後她找我 然後我有去看他們最初最初的 就是第一次的錄音 然後那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對啊 然後然後再加上就是陳杰跟林伟中兩位 他們在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第一次認識 然後那就是看他們就是在 不管是處理技術問題啊 或者是說在他們平常言談裡頭提到那些音樂 音樂家等等 就是讓我就是很有興趣 踩身興趣 對對對 然後那就覺得說如果要做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必須要花比較長的時間跟隨 對那所以就是就聊下去了 哇對總共這個紀錄片她花了多長的時間啊 從一開始最早最早拍是2021年的 下半年 然後到全部剪接完成是在二三年的夏天 花了兩年的時間 對 取材也至少有記錄一年以上 對啊是 嗯就是只要他們就是有任何跟這個 in the cave相關的就是任何活動 或者甚至私底下的討論 然後我就是會到場 然後另外也會就是因為這個也是就是 重新認識他們三位的過程 所以我會另外再去詢問說 欸你們各自有沒有私下的其他的音樂活動 嗯或者說跟in the cave相關的一些就是research 或者什麼樣的 然後那我就是會到 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呃情況是呃某一位發生的事情 然後另外兩位不知道 但是只有因為我才唱 只有你知道 然後然後在剪出來的時候他們看到才發現 哦原來他們有做那樣的事情 沒錯 對 沒錯我相信是這樣的 嗯 而且可能有些細節真的像我剛剛講的 連這個發生的當下 本人都不是不一定那麼清楚了 對因為他們的就是創作過程很有趣就是就是都是即興 對那在即興的那個當下就是他們就完全都是在狀況裡面 嗯然後但是當音樂就是完成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個就是突然就是你腦筋就是有一種就是有類似像 對那或者是有類似出神的一個狀態 對 然後他會在就是事情過了以後 嗯 會有一個就是空白 哈哈哈哈 然後但是那個都那那但是那個當下就是被攝影機 或者就是我記錄下來 對然後當他在回放的時候 甚至會有那種我們真的做過這個了 對很驚訝的感覺 對對對然後就是覺得那這段音樂可不可以在那來做什麼 是 對或者是說他們當下可能對某一些段落的音樂 其實沒有那麼的經驗 嗯 可是當他轉化成影像搭配他們的音樂的時候 又給他們的不一樣的觀感 對就是視覺聽覺跟故事感 嗯對 所以真的就蠻有趣的 非常有趣 我要以一個這個觀影者的角度來分享給導演聽 就是我以前我們可能對於這種所謂的創作的計時 我們的想像他會比較像花絮 就是一些零碎的創作片段 然後也許他不會有那麼完整的故事性在裡面 但是導演的作品不是的 你甚至讓我們覺得說 這是一個對三個音樂家人格的描寫 而且他們是立體的 他從很多維度讓我們看見說原來這三個人的個性差異 然後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作品 然後以及整個創作歷程當中到底經歷了哪一些 包含許音很忙啊 然後他根本沒有空伸出來啊 然後另外兩個人說我們一定要逼你把作品伸出 就是這種各式各樣的細節 我認為他不是只是一些紀錄而已 他根本就是一段故事 我可以用看電影的心情在欣賞這個紀錄片嗎 謝謝 其實因為這個就是當初我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試圖要去做這個作品的目的 因為我自己的最早的就是電影訓練就是編劇導演 那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任何藝術的創作過程 他都有一個潛在的藝術系或者說戲劇性在裡面 對因為他有時間的壓力有外在的各種 比如說藝術家那個時候的人生狀態 或者是說等等情感 因為不同的性格他們彼此在就是試圖要合作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磨合的過程 對那那個東西到底會是什麼 那又不是在一個徐玉英 他就是一個完全掌控的一個過程前提下面 因為有趣的是就是玉英他的就是創作過程 就是像他自己講 他不會就是安排好所有的事情 不會 然後也不會就是說特別去就是編寫好 就是有一個就是嚴謹的編曲過程 然後找樂手把他演奏出來不是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他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對 當然可能就是從一個做作品做影像作品的人角度來講 你不知道最後會是什麼 對 但也是就是一個有趣的一個就是 嗯 機會吧 是 對啊 導演太客氣了 其實是透過你的觀察 還有你的敘事能力 才讓我們把一段明明是真實的人生 大家可能覺得這就是我平常生活 但他卻是充滿了戲劇張力的 我真的是用欣賞電影的心情在看他 好太好了 對啊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呢 再多讓大家認識 楊導演多一點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爵士知識節目 我是主持人簡聲明 我們再次歡迎今天來到現場的紀錄片導演楊瑋欣 楊導演 各位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紀錄片Triptych的導演楊瑋欣 是讓大家多認識一些楊導了 叫楊導會不會有點壓力大 對那韋欣好了 對對對這樣比較自然一點 好好好讓大家多認識韋欣多一些 我看到你的得獎記錄肅然起敬 沒有沒有 因為我是先從作品認識你的 覺得是誰可以把故事講得這麼好 然後把角色描述的這麼立體 然後我再回去看才發現說你的上一部長片 花了九年的時間 跑了非常多國家 訪問了九十幾個人 然後做了一個這個得了非常多國際獎的作品 叫做舞進是 對跳舞的舞進是路徑的進是 實際上是在描述三個不同時代的芭蕾舞者嗎 是 對 然後那個時候當初最初的一個想法跟動機 其實是希望藉著就是拍這個作品的過程 然後去實際了解台灣的表演藝術的某一個區塊 然後就是古典芭蕾舞 是 那所以因為在我做這個之前是一張白紙 我是一個機緣 然後才得以就是跨進這個領域 然後拿起攝影機做記錄這樣子 然後那所以就是 就是在這漫長的就是拍攝製作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時間其實是 私底下就是不管是看書看演出 然後看以影像記錄下來的舞蹈 等等這樣子的就是自己做功課的過程嘛 對 但轉換成作品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希望就是以人出發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藝術形式在台灣要 能夠存在就是因為在這個土地上有人願意 可以從事這樣子的一個藝術 對啊 那所以那如果就是 儘管說在台灣一般大眾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好像是一個外來的一個藝術形式 對好像不是我們本土的 對對對 但其實在台灣在我們不那麼熟知的角落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老師啊學生舞者等等 就是花了他們就是人生非常大的精力 然後去學習去理解 然後去演繹這樣子的一個舞蹈形式 然後那我是覺得說這個是值得用一個即時作品 然後把它就是在好像聚焦 然後讓更多的觀眾可以理解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正在發生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是可能也許在一般人的生活裡面 他是接觸不到的 所以透過你的這個舞進的觀察 這九年的觀察 你可以把台灣甚至是梳理了 從過去到現在 以及他可能會走的方向 尤其就是在古典芭蕾舞這一段 嗯我不敢說是梳理啦 不過我也許就是說可以 提供給觀眾就是說 一個就是看這個事情的切入點 然後如果他們在就是經過兩個多小時 那個片長有點長 然後的那個就是觀看的過程裡面 有拿到一些什麼的話 有被勾起興趣的話 也許他們就是會 變成我之前在做這個事情的一個狀態一樣 就是自己去尋找知識 找答案 對 或者就是培養這個 這方面的興趣這樣子 對 你看你的上一部作品也是 把表演藝術的這個狀態 或是這些人物把它描述清楚 然後把它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濃縮起來 然後現在第二部作品 跟許玉英的這一段 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比較短 可能是因為這的確是一個計畫 嗯 對 所以它會有起點跟終點 沒錯 對比較不會像你上一個這個 這麼寬跨度的 可能 可能時間也是 長域也是 對 對 但這兩個都是表演藝術 嗯 你在求學的時候 本來就是說 我要當一個專門在記錄這些事情的導演嗎 其實沒有 我就是對抱持著一個很開放的一種心態 是 就是說就是想要做電影 嗯 然後想要在電影這樣子的一個媒材 然後這樣子的藝術形式裡面做創作 是 那但是在我就是學習完然後回來台灣 其實是從剪接式的一個角度然後去進入的 是 然後所以就是剪接了非常就是蠻多的作品 大量的作品 也不敢說 大量 不過就是有一定的數量這樣子 是 然後就是 但是 當然是在裡面我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感 或者是說得到很多的經驗跟學習的機會 是 但是在回到創作這個就是這個初衷 嗯 我我能做什麼然後或是我想要做什麼就是 是一個需要就是我自己去尋找的一個課題 那然後就是再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 機緣碰到 是 然後我覺得說以我那個時候的狀態 以我個人可以就是爭取到的資源 然後我覺得應該可以做 嗯 但是也有很多的問號 嗯 然後單單單我就決定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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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了 嗯 因為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非常滿荒而且很艱辛的道路 所以 怎麼會有人就願意投身花這麼多的時間來做這件事 他真的需要興趣去支撐 就是他的興趣是說你對你選擇的這個主題 嗯 然後還有你接觸到的人 然後你能不能對他們起同理心跟認同感 是 對然後在呃這樣認識跟紀錄還有拍攝的過程裡面 然後他們的事情就漸漸變成你的事情 哦 對然後然後你就會變得說你有一個就是有一種不得不 有一口氣不得不出來的那一種一定要把它做完 對對對然後不管今天就是怎麼樣就是呃外界對你的觀感 或者說對作品的觀感好不好怎麼樣就是一切都不在那個就是 都不重要 嗯 因為你的確是想要把一些對的事情或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把它呈現出來要很多人看見這樣 就是就是你會呃 就是有一有一個就是不停的在就是問自己問題的過程 嗯 然後當如果說那些問題你最後你自己給自己的答案都是是的話 那就是把它做完 那就是使命了 哈哈哈哈 不敢啦就是我們我會把它講的 可能一開始是命運對命運把你推向來做這些表演藝術相關的主題 然後到最後你產生了使命感你覺得我一定要幫你們把故事說好 我要讓別人認識你們這樣 對啊一部分是那樣對啊就是然後他就是會有一些就是責任或是說 對 然後就是變成心理負擔 哈哈哈 所以每天說這好辛苦好累喔但我一定要把它做完 對啊對啊 天人交戰 嗯 對還好作品非常棒 對對 還好舞盡你看不不枉費你這九年的時間 對呀的確是就是很多評審都肯定了 然後現在這一部就是in the cave 雖然好像你們沒有要就是大規模上映的計劃 嗯因為畢竟呃就是這個最後是呃版權是在預印手上 然後那他錢據我所知已經好像燒了 燒完了 對 所以然後再加上其實其實當初他們的就是那個就是資源只夠把就是專輯做完 哦 所以我這個東西等於說他們另外要去申請另外一個補助 是 然後讓我可以把這個in the triptych這個這個這個作品的後製做完 是 對所以對他來說就是負擔已經很大 然後然後如果之後要再做其他的就是商業放映的時候 他又必須要拿一定程度的資源出來做這個事情 嗯 所以就我我是覺得可能對他來說就是負擔有點重 有點重 對所以現階段就是先把呃這個我們就是計畫的這些應言的行程走完 是 然後再看看接下來會怎麼樣 所以有可能2月24這兩場就是最後兩場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天啊 我覺得可能還是最終我們要走到一個群幕的方向 會讓他更有機會在院線 或是更多場地 是 不一定是願意 希望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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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節目就是要號召大家進去這個 欸 流行 音樂中心 不對 表演藝術中心 是 對然後就是 等於就是說 可能 有一些聽眾或觀眾朋友還不熟知 就是許瑩 陳傑林偉忠的三位音樂家 是 那我就希望說就是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 然後就是花兩個鐘頭的時間 然後進到這個空間來 然後認識這三位音樂家 還有他們在做的事情 沒錯沒錯 而且它是一個放映加上演出的形式 兩者結合在一起 絕對不會想睡覺 你會越看越著迷 然後還想要問非常多問題 像上次鴨皮那一場 大家會後就是 此起彼落一直問問題 欲罢不能抓住音樂家不讓他們離開 對啊對啊 因為他們的器材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視覺的吸引力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啊 這整個都超級有趣 好我們先聊到這 還是要讓放大家聽一點音樂 對但我們要聽的現在不是來自洞穴裡的音樂 我們要聽的是也是有這樣的情境 一樣是會覺得很離奇的一個聲音 來自Miles Davis 先聽完音樂回來 我們再繼續聊音樂跟電影的關係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爵士知識節目 我是主持人簡失明 我們再次歡迎今天來到節目中 這個Triptych 也是In the Cave的紀錄片的導演 楊瑋欣歡迎 各位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歡迎瑋欣 我被小鬼帶壞了 我都會念Triptych 他那天在播完紀錄片才自己就是告解說 我一直以來都念錯我們的團名 其實沒關係啦 對啊 那這樣的話我也覺得我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取了一個就是不太好發音的一個片名這樣子 Triptych 他其實是說三個人在做有點科技感的事情嗎 沒有他其實這個字的來源是一個就是畫的類型 然後他其實他原來的名字是就是直接中意的名字是三連畫 三連畫 對然後那他的特性就是就我的理解就是 當這三個一組的就是這個畫作 然後你可以單幅看然後也可以連在一起看 他都有各自的趣味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借用了這個英文單字 然後作為就是這個紀錄片作品的片名 就是這三個人單獨看都很有趣 放在一起又是新的風景 是 沒有錯還是讓大家再認識一下 雖然陳傑老師跟林偉忠老師 其實我當天有跟偉忠發出邀請 說你要不要來上節目 他說你讓我戴面具我才要去 哈哈哈 他們都是一個很帥性的人 他們都非常有個性 對而且兩位的背景都是在爵士樂裡面 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做演奏啊編曲 然後現在又轉往電子音樂的 是 對這件新的事情 對其實對他們來講就是 呃玩就是以呃電子發聲器材或電子樂器 就是做呃做音樂其實都有一段時間了 嗯對 以裕音來講他才是比較就是一個 最新的 對對對 然後那只是就是說呃他們可能就是 以在音樂圈以呃就是演奏的形式可 就是以他們的樂器可能比較不是以電子那一部分的樂器 被他被人所受制 對對對 所以那就是呃等於說就是 呃等於說就是 許音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等於也是提供呃成傑跟偉忠 他們有機會去試一些他們自己想要試的事情 嗯對 沒錯沒錯 我覺得這個計畫真的是 讓我們看見了就是音樂家的成長 老實說我們每次在看電影的時候 角色都有一個成長曲線 嗯然後這就是觀眾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對 那的確是在這部紀錄裡面 我們也看得見這三個人的曲線 嗯嗯 尤其是像我 我之前認識的成傑就是彈被 double bass 最早他還在彈double bass的時候我就認識 然後偉忠也是看他打爵士鼓 嗯 嗯 現在看見他們就成為一個這個電子達人 嗯 然後手做了一堆事情 扛著器材到處跑這樣 嗯 真的是太驚訝了 對啊對啊 那個轉型就是就是人生的一個歷程吧 嗯 就是嗯 我覺得不管你做什麼類型的藝術 只要就是說你在裡面就是呃沉浸的夠久 嗯 你都會希望就是說你可以把觸角可以伸得更開 對 然後再看看說呃有什麼機會有什麼可能 嗯 這樣子 然後那 對我來說呃呃 做triptick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是我認識成傑跟偉忠的機會 是 因為過去其實完全沒有 不認識 對不認識 對所以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看到他們的就是呃 就是偉忠他那個DIY的精神 沒錯 然後還有成傑他就是對 就是音樂質地的那個要求 非常細節的執著 對對對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這兩個事情就是會讓我覺得 喔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會回 回推自己做事情的一個態度 好像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遇到 呃一個頗長相近的兩個人 嗯 對啊 所以就是在做作品的一個過程裡面 就變成說就是一個認識人的一個 一個歷程 對對 沒錯 而且老實說這個片名我覺得取得非常好 就是triptick 大家可能一開始會覺得in the cave 那應該是以小鬼為主角吧 就是這個人是主角其他兩位是配角 但實際上我們在觀影的時候我覺得三個人的分量都很重 而且三個人會各自有他重要的理由 他的存在的理由 沒錯 我反而會覺得這兩位男子啊 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真的提供了大量的支援支撐 對啊對啊對啊 整個計劃是base在這兩位之上 嗯是 而且就是他們在就是這個過程裡面會一直 就是為給就是玉音很多的音樂訊息 是的 比如說就是音樂家作品等等等等的 然後有一些可能是就是玉音他自己沒有那麼手指 甚至沒有聽過的 嗯然後所以就是在聽的那個就是過程裡頭就會激發出不同的對話 嗯然後比如說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創作要怎麼樣進行 往哪一個方向對呃什麼東西什麼效果可能可能可以再去多練一點 嗯等等這種的 然後到變成就是說我好像也就是丟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從電影的角度 是然後比如說像我可能就是貢獻了就是呃 吳滿冊這個日本作曲家的那個名字給他們 嗯因為他們可能在做之前沒有聽過這個日本作曲家 哦對對對 所以你也給了他們靈感 對 就在意外啦因為就是在聊電影的過程裡面 真正成為一個共同創作了 你不是只是旁觀者 你也是創作的一部分 但反應多少在那個最後作品其實難講啦 對啊只是就是就是就是我自己是覺得說是一個互相認識的一個過程 是而且這個音樂會呈現的形式我也覺得非常棒 他整體是一個表演藝術就是前半段我們一起欣賞這三位的故事 然後非常立體的了解了這三個人的特質以及這個計畫從無到有 然後我們在無縫接軌的聽到他們live演出 對所以在現場你你看表演的心情會跟以前你只是坐下來直接看表演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已經腦袋裡面有背景知識了 對知道這三個人在做什麼 知道今天的音樂有可能會發生哪些事情 然後再看他真的呈現在面前 就是這個驚喜跟這個深度寬度 都是一個我覺得是台灣很少看到的表演藝術形式 我認為是的 所以大家不能錯過2月24號中午可以欣賞一次 因為爸不能在晚上的麥片再來欣賞一次 對呀 對不那個想法就是我必須要說那個是偽中想出來的 偽中想到 對對對然後那個是在我們第一次在北藝放映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是我們就是在就是那個就是放映的那個場地 然後最後最後面所有觀眾就是在前面我們在最後面也是在看 然後偽中就突然就是靠過來然後在我耳邊講說 等一下在Credit在RAW的時候 我設計的那個Credit其實搭配在他們現場就是演出的那個 Footage就是影像裡面 對然後他就在我耳朵旁邊講說 那個Credit在RAW的時候就是他們螢幕上他們在演出 對然後他們就現場開始演 直接就是走走到就是他們各自的就是樂器的座位前面就是坐下來 然後就開始接上去 沒錯 而且那個接軌因為本來覺得是音樂家的專長就是可以現場把它接上去 對啊所以他們的確發揮了即興的功力 對就在你的電影的音樂正在播他們立刻也疊上去 然後慢慢你已經分布出來哪一段是錄的哪一段是live的 對啊那就是他們就是多年來就是在即興演奏的那個領域的那個磨練 真的是 所以同時其實是六個人在演 電影裡面的三個人跟現實的三個人這樣 非常魔幻的時刻啊 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現場 大推特推 對我就是今天來推跟各位 對我們剛剛 聊電影這個聊紀錄片聊得太開心 一直沒有讓大家了解說究竟音樂在電影裡面它的分量 以及為什麼導演其實他今天推薦給我們的很多歌曲 都真的是我們覺得喜好爵士的人也都很喜歡的作品 然後像剛剛上一段我們聽到Miles Davis 他就是電影已經完成了 然後才去為這個影像做配樂的 是 然後他其實就是在那個錄音的過程其實也是蠻傳奇的 就是 那個就是那一部作品 因為就是他完成的時間比較久 是在50年代的時候 1950年代 然後那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導演 叫路易馬路 然後那 他的這部電影 就是當初他找Miles Davis的時候是 他們的錄音的Session是在一次之內就是完成 就是只有 據說只有幾個小時 然後 四個小時好像 對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他 Miles Davis在錄音之前他只有看過粗簡 就是還不是完整 一次Rough的 對對對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能有一個大致的一個編曲的方向 嗯 然後他就找了一個四重奏 沒錯 然後進到錄音室 然後看著螢幕上播出來影像就直接 Live做 對對對 然後錄完就 就是這樣子 就完成了 礦式巨作 然後就是那個專輯就變成說 就是在 不管是以爵士音樂來講 或者是說電影配樂來講 就是一個蠻重要的算是里程碑吧 的確是 對 而且甚至很多人說這個音樂價值 甚至已經超過那個電影的說服力了 大家太喜歡這個音樂奏品 哈哈哈哈 有點玄冰奪主 不會啊不會啊 就是 就是當初我在紐約看到那一部片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 就是因為某種程度上真的跟都市的影像 非常的 非常契合 然後尤其是黑白的都市影像 沒錯 對啊 甚至是很多沒有對白沒有台詞的這些影像 搭上爵士樂的時候 你就會腦中自己伸出故事來 是 對啊 好我們又要準備進廣告了 但是下面這段跟剛剛的這個Miles Davis 回憶完全不同 下面這個就很像是大家想像的 我在電影當中可能走進一個小酒館 男女主角發生了一些故事 旁邊有人正在演出這樣 結果但目前的故事主角就是舞台上的樂手 這是來自電影Bird裡面的 時時挑了一段你們可能熟悉一點的 All of me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爵士知識節目 我是主持人簡師明 最後一段節目了 趕快再次歡迎楊瑋欣導演 各位聽眾跟觀眾朋友大家好 耶 回來了 趕快繼續退坑 對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了 我今天非常奮力 並不是因為就是 許小鬼是我多年好友 不是 是因為這個紀錄片太值得欣賞了 對啊 Triptych 也是In the cave的專輯的測寫 紀錄片 沒有錯 他真的是一個完整的電影 我不想讓大家用紀錄片去幫他貼標籤 因為很多人一想要紀錄片就覺得無聊 對 但偏偏我覺得他是一個活人的電影 他紀錄了三個活著的人 而且這三個人演自己 對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我希望就是為 就是台灣目前現在在線上的就是 就是音樂家留下一個當下的影像紀錄 然後去講述他們的過程跟故事 這樣子 對 因為對我來講 我自己在觀影的那個經驗裡面 嗯 比如說像 也許差了一點題 就是接下來介紹的那個 Chart Baker 的那個紀錄片 也是 就是在其他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關於創作者的就是紀錄片作品 然後他們其實是非常有故事性的 非常有 對 因為但那個有故事性的前提 就是說在他們的人生的那個漫長的創作過程裡面 時不時的有被記錄下來 嗯 然後才有可能就是有後面的就是創作者 去把他們就是組織 把他們人生再重新組織 然後去創作出另外一個敘事 這樣子 對 然後那 呃 我自己就是回來台灣的時候 自己的看片經驗就是覺得說 在音樂圈這一部分 好像就是那個那樣子的作品量還沒有很多 其實蠻少的 對 嗯對呀 然後我覺得說 欸如果今天玉音找我來做這個事情 那是不是我可以就是 呃 用這兩年他們 創作專輯的那個過程裡面 嗯 就是轉化成這樣子一個作品 然後如果就是不管是呃 音樂圈或者是不是音樂圈的 观众有机会看到 然后觉得有被打动 或者说勾起一些什么的话 也许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作品 就也许会有后面的人觉得说 是可以试着去做的 多做一些 对我其实期待是大家多做一些 其实就我们不要说爵士乐手好了 就连是台湾可能当红的这些艺人们 他也不见得会有这么细腻的 记录留下来 不见得有 是一直到去年吧 才有那个陈明璋老师的那个纪录片 对啊 所以台湾应该可以再做更多 任何的表演形式 或是甚至不一定是艺术家 也许是一些人物的记录的记实 对我会觉得就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独特的故事在 只是就是看说 记录者或者是诠释者 你要从什么样子的角度 或者花多少心力去挖掘 对啊 那也要观众可能从商业片的思维里面 就是抽离出来 你知道说不是只有商业片好看哦 对不是这种剧情片好看而已哦 就是这些创作的当然很有戏剧张力 他们就是为了故事而生的嘛 但是每一个活活生生的人 他们也都是故事的主角 他们也很有这个值得你去坐下来 花两个小时去认识他的人生 很有这样的价值的 对 另外也就是说就是以创作者来讲 就是是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去做记录 那因为我自己就是可能在刚刚节目 稍早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有就是编剧导演的那个背景 然后所以我自己就是做作品的approach 都是会希望说能够找到那个被拍摄对象的故事性 跟那个戏剧张力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是往那边多去搜集素材 然后甚至可能会去跟拍摄对象去多有可能在摄影机后面的一些对话 然后去理解说那个被拍摄对象的他的心里面的一些深层的心态的心心里的一些流动 然后在经过自己的消化以后 试图从他的就是生活或者工作里面去找到相对应的影像 然后再把他就是经过剪接然后表现出来 把这故事讲好 对 让听看的人都完全了解 对可以 重点是可以被带带着走 然后可以 然后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想象 就是投射在就是作品里面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韦欣这样是非常具有爵士精神的 因为你是在这两年的长度里面去即兴收集素材 即兴完成你的创作 然后最后再整理好 这的确就跟爵士很像 对 其实也应该是要归功于裕音 就是他自己的就是 就是不管是对音乐对艺术作品的那种 就是偏好或者是说approach也是这个样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开放性跟接受度 如果是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见得可以 对啊对啊对啊 是互相启发 我认为你们两个是互相启发 毕竟认识够久啊 对真的是 还好有这个契机 让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么好的 这个艺术家的册这个纪录片 对啊 2月24号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对大家务必务必要记得去买票 对啊 在现场见 我不知道大家会在下午遇到我还是晚上 也许两场我都在 也不一定 I don't know 对 因为真的很好看嘛 也许看第二次 我又有不一样的发现 对啊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 其实觉得说 像这样的纪录相当重要 就是Trey Baker 他在刚好过世前 1986 87年开始 就是有个纪录片的导演跟着他 然后开始收集他过去的素材 然后以及他本人的叙述 是 结果就在这个片子 其实我不确定他们拍完了没 但刚好1988年 他就自杀了 对啊 当时我觉得上映的当下 所有人都会觉得还好有拍 而且还好是拍了这一两年 是 对啊 你看有多重要 对啊 然后另外从一个就是电影观众的一个角度 然后那因为这位导演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家 Bruce Weber 他是在某一段时期 就是世界顶尖的fashion photographer 就是时尚摄影师 然后所以就是在他的那个就是镜头里面 就是 Trey Baker就是会有另外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 没错 这画面也很唯美 故事又动人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心情是超级复杂的 推荐大家其实在YouTube免费可以看到 整片 我们来听听这个里面 为了这个纪录片 才又在创作的 Almost Blue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杨伟心导演 可以聊到节目中 跟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 对 我们希望这个可以在2月24号的现场 对 也看到导演 也看到听众朋友本人出现 对啊 谢谢你 我们下次节目见咯 拜拜 晚安 拜拜